大家好 大家好 这一期冲光灿烂猪八戒 遭遥传遥不断停 我们吃个闲片 开个玩笑 说个笑话 习近平这一会儿在湖南待了几天 完了以后又回到北京 整天又喝酒 跑牛 吹牛逼 吹了一个很搞笑的牛逼 他在湖南说的 说在湖南有一地方叫毛泽东文学院 湖南有一个学校叫毛泽东文学院 毛泽东很多人觉得他是诗 文章写的不错 毛泽东当年除了是文学家 除了是诗人之外 他还特意写过一篇文章 毛主席在盐吻一座谈会上的讲话 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大家还记得这个是胡锦涛搞的时候还是搞的时候 反正是一个特别的臭不咬脸的事情 说这个中宣部组织中国的一线的作家 抄这个讲话 这个讲话就是毛主席在盐吻一座谈会上的讲话 莫言是超过讲话的 比如说湖南有一作家叫韩绍公 也是超过讲话的 但凡你能看到的很多个 这个一线的作家基本上都抄讲话 这变成一个中国的体制内作家的一个政治正确的一个标准动作 你不抄讲话就不行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只有一个人是没抄讲话 是吧 就是上海的作协的这个主席啊 叫王安逸 王安逸没有抄 王安逸说这个我写作这么多年了啊 我认为我的写作跟这个我只关心写作我不关心其他的事情 他也没说毛主席的讲话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呢 当时王安逸是没有抄的 你能看到的一线的作家 什么什么这个莫言呢 什么这个刘真云呢 就这些个狗人的啊 他都超过讲话的 其实他们很难看的 这帮孙子没一个好东西 所以我一直说中国是没什么文学家的 都是他妈扯淡啊 都是他妈共产党指挥的一群屌毛是吧 很恶心的是不是 说习主席在长沙吹牛 说参观了毛主席毛泽东文学院 说仔细看了一下毛主席的这个什么 在延安文艺作团后来的讲话 受到启发 然后就吹牛逼 说我他妈的以前在延安当之期呢 我那年才16岁 我那个时候就详细的阅读过这个 莎士比亚的全集 牛逼吧 16岁阅读莎士比亚的全集 你说要说懂文学 那我比老毛懂多了 我16岁都莎士比亚的全集 这个东西啊也是蛮牛逼的啊 80年代的时候呢 文学青年呢 都有一些个标准性的动作的啊 那时候的文学青年呢 第一你要懂蒙农诗啊 北岛他们那一代人嘛 第二呢你要懂新兴画展啊 第三呢你要懂椅子后 第四呢你要家里藏书 一定要藏一套沙士比亚的全集 很多这个文学 文学小青年家里都有一套书的啊 叫沙士比亚全集 没有一个人把它读进去 但是家里都有这么一套藏书的 说习近平当时也也也在自己家里 收集了一套沙士比亚的全集 事实上他在16岁的时候 就把这个沙士比亚全集一个读 就给读完了知道吧 所以呢说完这段话 吹完这段牛逼以后呢 他就要求这个中国的文学家啊 一定要认真学习习主席的文学思想 是吧 中国文学圈子需要一场习主席亲自领导的启蒙运动 还提到一个启蒙是吧 说我们这个 毛主席的沿文艺作战会人的讲话 是吧 要让中国的这个什么文学啊 也要接地义气是吧 要接地义气 不要脱离人民群众 所以后来中国有很多个叫什么乡土文学嘛 是吧 比如什么赵淑妮呀 是吧 小而黑要结婚是吧 就这种东西 比如脑舍呀 就这种东西 脑舍不是写过一个特别烂的剧子吗 一个烂的剧名吧 叫农虚沟 那割从共产党解放以后 把这个农虚沟这一条臭水沟 把它搞得干干净净 其实是舔菊的一篇这个一个作品 结果后来脑舍呢 也被共产党整死了 据说脑舍是被红卫兵打死的 打死以后呢 把他扔到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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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什么湖里面是不是 过了几天再把他捞出来 后来脑舍的家人就编故事 说脑舍高风亮节 不为生死 不为死亡 完了以后 在人生最艰难的关头 关头汉文的知识分子的信仰 汉文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宁愿去自杀 也不愿意想饿使你妥协 其实他妈的脑舍早就像共产党妥协了 你想一看他那破浓虚沟 哎呦喂 中国人呢真是的 这就是中国的文学家啊 所以过去呢是跟着毛主席学的 脑舍为什么他会 他会这个什么写浓虚沟呢 因为毛主席有言文文艺做到会上的讲话呀 是不是你看招书你 还有一个文学叫白洋店文学 你能知道吗 都不知道是不是 真的都是跟着毛主席学的 毛主席让他们吃屎 他们去吃屎 现在又来了习近平 习近平给人的感觉很高级 是不是 我他妈他16岁都都就开始读莎士比亚 你们读得懂吗 你们读得懂哈姆雷特吗 你们读得懂列尔王吗 你们根本都懂是不是 我他妈最懂 你们都跟着我学 习主席因为他没文化嘛 习主席因为他想装逼嘛 是不是 他想感觉到自己比知识分子高人一等嘛 就搞这些个破事啊 其实我告诉你啊 他用了一个词 说是我们文学要有一场新的启蒙运动 用了启蒙这一个词 所以我告诉你啊 我刚好写过这样的文章的 我这期算是一期严肃的思考 虽然是骂习包子 虽然协议包子这样的文盲 他都要把自己摆在启蒙者的地位 知道吧 但是谁能够启蒙谁呢 这是个问题 是不是我们过去都是这么来的 八二年代的时候 你之后写了一篇文章 叫救亡压倒启蒙 我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之内 我都是非常喜欢这句话 因为我当我喜欢这句话的时候 当我听见救亡压倒启蒙的时候 我的想当然的逻辑前提是 我他妈是一个启蒙者的角色 我都要对着那些乌样乌的老百姓 要讲述我的芬芳的话语 让老百姓跟着我干革命 启蒙嘛 这是个非常臭不要脸的这么一个词儿 是吧 我现在的问题终于就变了 谁有资格启蒙谁 是不是 开什么国际玩笑 是吧 所以根本问题不是这样子的 中国的最大的问题 恰好就出在所谓的启蒙的叙事上面 就有那么一群烂人 他老是想启蒙别人 他自己是一跑屎 他完全不知道 像西包子他是一文吗 他吹牛逼说自己读了沙士比亚 让中国的文学 让莫言老师要好好学习 是吧 很有意思 说这个西包子为什么要吹这个牛逼呢 说是他跟铁宁的关系 是滚床单的关系嘛 说好久没有跟铁宁滚床单 铁宁已经嫁作他人了 是不是成为别人老婆了 两个人也不好意思再滚了 铁宁也年纪大了 是不是 说两个人见了一面 现在铁宁都是全国人大副国员长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了 说吧 这个铁宁叫的重大喊 两个人又化旧续旧 看着铁宁人闹猪黄的 胸也下垂了 也没什么意思了 就谈文学 没办法 谈文学 然后就说我16岁就读沙士比亚 中国的作家应该要好好地向我学习 是吧 你们这些搞作家的人 一定要 要把自己的知识水平专业水平提高 你看我才是真正的启蒙者 你们这帮作家算哪根葱 那铁宁真是的 跪在地下厅 习主席你说的真对 我回去好好诺识你的意见 他这个东西 其实我看的这个消息也不知道真的是假的 反正就是我说了 造谣传下不能停 就是习主席这个人 毛泽东这样的人 包括你 包括我 我们这些中国人 人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这么一个很无耻的一个角色 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君子 人人都认为自己是人以理直信 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启蒙者 是吧 所以呢 当你把自己摆在启蒙者的角色 你马上就看着那些乌样乌样的老百姓都应该听你的 是吧 大手一挥 你看毛主席挥手之间直到全中国人民闹革命 习主席定御一尊 是吧 其实他都是一种启蒙者的角色 你摸着你的小指头说 你有没有启蒙者的幻觉 所以我曾经写过这样的文章 大家说不要把自己摆在启蒙者的位置 因为原初历史上每一个人都是蒙寐无知的人 公共意义上一个人永远不能启蒙另一个人 人类社会只有一个启蒙老师 那就是耶稣基督 人家是从天上来的 人家是这个什么上帝之子 是吧 只有一个启蒙老师 公元元年 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的启蒙之年 耶稣的复活才是最伟大的启蒙客 在此之前 人的生命无一例外的进入黑暗 在此之后 人的生命在漫长的沉睡之中终于被唤醒 并且沉着光明的翅膀上身 那中国人他没有真理的维度 他不懂什么叫复活 不懂什么叫耶稣说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生命 根本就理解不了 他也不想理解 中国人缺乏简单相信的逻辑前提 所以中国人每个人 都是把自己摆在启蒙者的位置 包括习近平这样的文盲 这是一个非常深远的思想实话题 你比如说三任性必有我事 那问题是你如果三任性必有我事 那三个人之心也彼此互相称老师 彼此每个人都想启蒙对方 是不是 所以我说三任性必有我事 是一种无远的目标的相对主义的学习方法 遮蔽了人们追求真理的能力 培养了知识分子的自明清高 我任意相信的人性之恶 那你说是不是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 在一本书还没有开始阅读之前 可能只是看那个封面 什么都没学到 但是你放心好的 自明清高 我任意相信的那种 那种骚操作那种习惯 他马上一看就回 他不看他都会 这就是中国人我告诉你 所以中国文化里的知识分子的自明清高 我任意相信 他的逻辑前提 就是他把自己摆在了启蒙者的位置 中国文化里的尊师的传统 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偶像崇拜 这是导致中国人知识能力不够的最大的原因 也是知识分子一生只能以出卖灵魂为职业的最大的原因 所以我待会我把这篇文章放在我的社区里面 你们看一看 所以你想想铁林你好角的也是一作家 你至于在西包子这么一个文章面前 文盲面前点头哈腰吗 你至于跟西包子谈沙士比亚吗 你不觉得贱吗 是不是 那西包子懂什么沙士比亚吗 那毛泽东也是 你凭什么你要说是在演员文艺座谈会上 你发表一个讲话 凭什么你要指挥那些个专门于文学会职业的作家 要听你的指示 你他妈写过几篇文章 你那几首歪诗都他妈胡乔默帮你写的 神经病嘛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最大的问题 每个人都把自己摆在启蒙者的角色 读了几本书的毛泽东是如此 一本书都没读完的啊 文盲地痞牛盲啊 习近平也是如此 你也是如此 我也是如此 所有人都臭不要念 这才是我们的真相 谢谢